接下来要说说隔游池和隔气游井了 我知道隔游池是在九楼十四里使用的 隔气游井是在停车场里使用的 它们的容量都要按照批准图纸来做 哦 懂得还挺多的啊 那所有的隔游池或者是隔气游井的出入排水管 都要预先按照水平墨线做好 而且这些排水管还要和隔游池或者隔气游井一起倒混凝土 这样才能确保大家都有足够的防水功能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隔游池要定期的清理里面的游购 这样就能保证排水畅通 至于安装潜水泵呢 一定要先查清楚井口大小如何 这就像丙树你买床一样 要先量一量床的尺寸怎么样 要不然拿够你和平仨两个人睡啊 而且所有的电箱都安装在井外面附近的墙壁或者是柱子上 不然的话日后操作和维修是很麻烦的 潜水泵运到工地之后 管工要检查一下水泵的型号跟批准的材料是不是一样 同时要检查一下泵井里面的供水和排水的位置 是不是已经按照图纸做好了 在安装期间 泵井里面一定要保持清洁 然后再根据批准图纸 做好泵做混凝土支吨 安装水泵滑轨 一定要和井口垂直 然后就可以安装其他的配套管 接着再将潜水泵扣在水泵滑轨上面 慢慢地放进泵井里面 放的时候要记住水泵要扣紧排水管不能有缝隙 做好潜水泵后就可以做控制箱和连线工作了 当整套排水系统都安装好之后就可以做最后的测试了 另外承建商还要定期清理井里面的垃圾 直到交付使用为止 说得对啊 国强 你果然是狐狸转世啊 什么是狐狸转世啊 明说啊 有头有尾嘛 样样做的都好啊 哦 说到冷击击排水管 如果设计上允许的话 应该尽量用明管 如果要装暗管 你要装在厚的墙壁里 如果暗管装在太窄和有太多铁的墙壁里面 这样倒混凝土的时候会很困难 很容易起黄蜂洞的 还有啊 暗管的位置不能太靠近窗户 也不能安装在水泥墙和砖墙的接口位上 不然以后安装窗户扁铁的时候 和气砖墙钻孔插铁的时候 很容易弄穿的 说得对啊 暴露在外面的连接冷气机管嘴 一定要小心封好 千万不要让杂物堵住了管嘴 安装暗管的时候呢 首先要用铁丝 把管子牢牢地扎在钢筋上 然后就可以注水进行测漏测试了 测试合格之后 就可以打混凝土了 不过在导致前呢 记住要封好露出混凝土外面的管嘴 总之排水一定要安装正确 排水畅顺才没有阻塞 样样都符合标准 这就叫做树立最佳标准 楼房制宿高 这就对了 如果工地上的每一个工友 都能尽力做到刚才我和国强 所说的每一个工序 就已经达到优质工序的目的了 知道吗 国强 知道啊